12月15日位于奇诺钢市的华康成人日间康复中心正式开业 作为圣巴丁的地区第一家由华人主理的老人中心 填补了洛杉矶东区无华人老人中心的空白 奇诺钢市市长优内斯 美国江苏总商会洛杉矶分会会长梁洪 美国江苏总商会财务长张斌 美国南京同乡会会长王毅 加州众议员Freddy等代表各界人士到场祝贺 并与100多位康复中心的老人为开业剪彩 位于奇诺钢市市中心的华康成人日间康复中心 总面积为8000多尺 在设计、装修和设备的采用方面 充分体现了为老人康复医疗的需要 目前康复中心有200多人注册 每天接待8到90位在这里活动的老人 免费的接送 还有提供营养早餐 还有丰盛的非常有营养的午餐 那么我们这里老人也多才多艺 他们每天都会情奇俗话 非常有素质 他们热爱学习 我们这里的老人都非常爱学习 每到上英文课和其他历史课的时候 都做无需需习 互动非常好 华康老人康复中心是加州政府13年后 解冻老人中心 重新发牌的三家老人中心之一 传州现在只有三家得到批准 我们很幸运 那我非常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希望我们中心以后搞得更红红火火 华夏电视台记者 齐诺刚市采访报道 我们下期见